金鑫长说 公司本来打算团建吃烧烤 16号周五傍晚 他安排两个员工去杭州永辉超市经理广场店买食材 面筋串 鱿鱼串 饮料等等 总共花了六七百块钱 第二天出发团建前 他发现食材的标签有问题 烤面筋 它上面显得是什么 创香鸡柳 我当时很纳闷啊 还有很多 都是品名不符 年糕 看 14块3毛8 食材按照品种分开包装 每个包装袋上都贴有一个标签 标签上有品名和这包食物的总价 以这包面筋串为例 一包一共有五串面筋 总价是七块九 金鑫长说 根据厂里估算 这个价格应该差不多 但这包面筋上贴的是穿香鸡柳 金鑫长拿出小票 一眼看过去 一束牌的烧烤食材 只写了穿香鸡柳和烧烤牛肉串两种 对应的金额大小不一 我这么多个品种 就两个品名 那如果我有问题 我去找他 或者说没有 那个年糕有问题 我知道我去找他 它上面都没有啊 你是担心存在 后续存在食品安全隐患 对啊 金鑫长说 看到食材标签有问题 自己就重新给员工买了食材 后来 他来到杭州永辉超市 金地广场店反映情况 对方说了一些话 让他感到被侮辱了 金鑫长说 原先他希望超市能把东西退掉 并没有提出赔偿的要求 现在他希望对方当面道歉 记者先进入超市看了一下烧烤食材区域 发现摆放的食材仍然有牛板筋 馒头串等 但上面并没有贴标签 香肠 牛肉串等已经分装贴好了标签 随后 记者又陪金先生到服务台反映情况 记者给工作人员提供的邮箱 发送了邮件 并留下了自己的联系方式 截至发稿前 没有收到超市方面的回应 1818黄金眼记者报道